1 3 2 離開洪多拉斯 四個多小時前 蔡總統終於和洪國總統 葉蘭德茲會面 總統這裡 身為主委員 葉蘭德茲示意蔡總統 和洪國等候的大批媒體 揮揮手 演奏雙方國歌互相介紹團圓 儘管這已經是 雙方見得第三次面 但兩人僅止於心裡如意 總統 蔡總統 是我們非常享受的 是一個榮幸在地上 並祝福洪多拉斯 國運昌榮 兩國友誼長存 隨巴說把蔡總統當女兒 兩人還口徑一致 想要台灣是洪國亞洲敲門專 洪國是台灣進入中美洲重要門戶 但之前陪蔡總統 接受書記主教助導 只有洪國總統媽媽與姐姐 葉蘭德茲並未出席 總統參觀象徵兩國邦誼的 中華民國廣場 看到直坐的101很感興趣 但對國父同向似乎沒太有feel 總統在這個廣場有親切感嗎 不只總統和葉蘭德茲的互動 引發討論 總統下落飯店 帳單上將台灣列為大陸的一審 也引發關注 飯店緊急聲明 強調帳單系統錯誤 以其人為疏失 才會將台灣列為大陸一審 緊急滅火 就怕毫不容易營造台虹 好關係又先波瀾 尤其之前燕蘭德茲 去年10月表態參加國慶 卻在最後一刻反國的不良記錄 讓人印象深刻 蔡總統終於和燕蘭德茲見面 兩個人見面之後天氣放行了 兩國邦誼能否雨過天晴 考驗蔡總統外交戰能否掀持得點 以上記者董燕蘭德茲 紅杜拉斯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